我算是看出来喽 咱们这整个古剑队啊 全姓王 怎么着 还给我耍上片他画了是吧 师叔 您说 我说晚棠 你怎么那么不带进彪子呀 再者说了 那彪子还是你带进队来的呢 我还不是看他爸爸的面子呀 不过确实他跟他爸学了不少技术 手艺还行 现在我都后悔了 有什么后悔的呀 技术好 能吹 品行差 贯什么用啊 早把那帮青龙带坏了 不至于啊 不信哪 不信你就等着瞧 得了满的 咱们说点正事啊 市里边又下来任务了 你不是刚开会回来吗 给咱排声大伙 活不小 怕我说出来你也窜了 为了北京市的交通和安全 朝阳门 和平门 那几座立了歪斜城门楼子 不都拆了吗 可现在那几座 我 老师 传言是真的 板昌 板昌 怎么说 是真的 这 这回可不得了是吧 您至于吗 怎么邪乎 老乡 你慢慢说 慢慢说 我说说你信吗 咱们好梦给修好了 这回拆的就是他 东之门 拆东之门 拆东之门 老师 这身子 板昌 这样 咱们先开一个动员大会 会上的我说的任务 没错 我在会上领来的任务就是 拆东之门 王蛮堂 爸 您这是干什么呀 王蛮堂 你可是队长 是咱古剑队的领导 我在台上 那话还没说完 李仪先层了 这影响多不好 石书记 我跟您说句实话吧 这伙 爱谁干谁干我不干 我是古剑队队队长 不是古拆队队长 老师 怎么回事啊 我的师的书记 师的领导 东之门是万万拆不得 您可能不知道 那东之门是八壁哪吒城那条右胳膊 它朝江正东 所谓东方圣德蜀木为春 是生门 北京城那风水一道半都在门上呢 您把那拆了 京城的风水全破了 又来这套 我先不跟您说风水啊 石书记 东之门可是明朝留下来的唯一一座 南木柱子的城门楼 您想想那上头得有多少能工巧匠的心血 您就说那飞檐 那上头排这一大溜是极瘦仙人的 第一个就是仙人指路 第二个是龙头接下来是凤 那后头是狮子天马无海马 再后头是索尼鱼蟹孔头 最后还有一个杰兽跟他镇着呢 这你都给拆了您上哪找去 行了行了 你说什么呢 那太合点了 东之门那人 不是 极瘦是五个 反正都是黄城的门户啊 我知道 你们啊 特别的在乎这些 我也知道你们一时啊 也接受不了这个 可这是上级的决定啊 爸 我觉得 国家这么做肯定有国家的道理 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 国家总比您跟萧淑明白 听见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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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柱子那大事上就是比你们明白 您等等 柱子 这事可不见得啊 哦 那意思 国家还没你明白 我可别这么说话实说的 哎 我 我是说 我现在就是不明白 我也不明白 你们也不想想 啊 眼下咱们国家 各行各业各个部门 都在加速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 可咱北京这座老城啊 东志门西志门 德胜门 除门门 这一座一座的城门楼子 一圈圈的围墙 把咱北京围的个水泄不通啊 交通要发展 啊 城建要改造 老百姓要住上楼上楼下 电灯电化的好日子 这旧的东西固然好 可是挡了咱们的道 不拆也不成啊 爸 石书记说得对 为了更伟大的目标 就得有牺牲 这儿有你说话法吗 你跟这儿瞎嘚嘚什么呀 这叫什么牺牲啊 他们要拿王曼堂脑袋 只要对人民有益 咱们都整 这是什么呀 东志门 东志门就是不能拆 谁拆我跟谁急 石书记 能不能让政府想想办法呀 既让我们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也别拆我们的东志门 你看现在连东志门都拆了 说不定哪天再把故宫给拆了 要是那样的话 这俩老东西可真就活不成了 有办法政府早就想了 王曼堂 我跟你说好了 领导已经决定了 这任务咱也接了 到时候啊 这队伍 你必须给我拉上去 不干不成 我不干 你不干 我还不信 你说 你说这些城楼子都是古迹 好好的又没它 干吗非要拆呀 妈 这清华的梁思成梁先生呀 还有我爸他们这些人 都反对这事 可是这支持拆的人更多 而且有些意见很有道理 那嫂子你说说都有什么道理呀 咱北京啊 咱北京啊和其他地方不同 还有很多历史更悠久 文物价值更高的古迹 而且啊 这城门早已经千疮百孔 遥遥欲坠了 这保留价值已经不大了 说得也是啊 那就拆了呗 只可惜以后我们再想爬城桥玩 就没地可爬去了 就怕你爸爸他们呀不同意 妈 我爸跟萧叔啊 他们都有点脑子旧了 有点跟不上实在的发展呢 这发展呀 他们还真没法跟 小竹子来的 小竹子来的 不是我儿子 你们这帮字里不齐俗呢 那玩意儿你们 你怎么在这儿呢 你怎么在这儿呢 爸 住得怎么了惹您生这么大气 是怎么的 你们不知道啊 他趁我不在利用我队长的名誉 发号施令 带着就上去了 甚至就把城门楼子给拆了 拆一通这门 你们拆我得了 你说这帮败奸斯 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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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真是弃你心了 别了 别了 你爱哭就哭够吧 千万别憋着啊 老肖 肖叔 行 没事 没事啊 我跟你说啊 他呢 这个是急火攻心 没多大事 回屋啊 歇两天就好啊 好啊 对不起 左宫啊你 不就拆个城门楼子吗 你至于吗 那你说这东西门拆了 你还不活了 是啊 那个就是 施主理 施主理 怎么着 还这么大街呢 您上这儿干什么来呢 我知道 你现在啊 心里是想联我一块儿骂 但你先等会儿 我先宣布上级的一个决定 由于王满堂同志 带头拒绝上级的命令 从既而起 王满堂调离古剑队队长的岗位 至于干什么工作吧 回头再说吧 这就不让我师父当队长了 施主理 这 这是怎么话说的 上级决定 上级决定 由王满堂同志 暂时担任古剑队队长一致 怎么会这样 怎么办 这是 不行 天理不容 不 萧义途啊 我告诉你 你的问题更严重 我又怎么了 你怎么了 拆墙的工人 和基建工程兵 上城门的时候 你躺在通道的正当街 哭爹喊娘 撒泼打滚在那耍赖 还大肆宣传封建迷信 萧义途 你知道你这是什么问题吗 你是破坏国家的重点工程啊 据你一贯的落后表现 你等着接受处理吧 是 好汉做事好汉当 萧义途去的是我带他去的 有什么责任我负 满堂就别管 这跟满满堂没关系啊 石书记 我当时我 我真没想搞破坏 我心里说是你们搞破坏 我怎么不找进行啊我这 我错了我 我我现在我全明白了我 你明白什么了 那东志们 爱着国家进步 得拆 该拆 那要不这么得了我 我这就将功折罪去 就你这样的 你等着被开除吧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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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嘛去 报告师叔去 您千万给我留条活路 我错了我毁过了还不行了 我这就帮柱子他们摘东西门去 摘 摘 你 你 这就拆下了 什么人哪这是 你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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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你 我 你 我 你 我 你 你 不上班了 怎么跑这儿来了 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 我们团的样板团 不让我参见了 为什么呀 还不是解放前面点事 说我是救赎会的艺人 是封建余孽 不是 现在怎么又说这个了 那那那 抗美援朝的时候 你还立过功呢 那都是老黄历了 现在没有人提望了 行 没事了 我请你说去 来 这儿来 这儿 把这牌子给我砸了 不说 主要求您 出头看看 送手以赏会 担保们衣赏会 有意吁 封建余孽 我龄历饭 好嘞 好嘞 允建佑 谢谢啊 谢谢啊 谢谢各位 红外兵聂小将啊 谢谢 谢谢 那个 毛主席万岁 王大 允建坏 Christian 毛主席他老人家教导我们说 凡是反动派 你不打他就不会倒 扫嘱不倒 灰尘就不会自己跑掉 你说说你们 整天的在这挨批斗 还顽固不化呢 逮着机会你们就捣乱 搞破坏是吧 你说说 我让你们打扫一下街道卫生 你们借机会就把墙上的标语 都给我撕了 还撕成这样 这不成心吗 你们知不知道这是哪儿啊 居委会 你们把炮打两个字给我撕掉了 这不成资产阶级司令部了吗 这不成心吗 谁干的 说 都不言声是吧 都不说实话是吧 周铭 是不是你干的 我可不敢 我谅你也不敢 你要是知道 就大胆揭发 这对你是有好处的 行 那我就揭发 这些标语 是几个捡废品的小孩撕的 没错 就是那个灯叫周生哲的小孩 打了大字报和标语 卖废品了 你们是不是都看见了 不是 我们都看见了 刘主任 都是几个苦孩子 岁数也不大 您是不是还要追究他们的责任呢 那人吗 下次早醒世晚会报 谁都不许晚啊 还有 为人民服务 纪念白求恩 于公于山 这老三边都够背熟了 这要是背不下来 我别怪我不客气 你赞吧 张可明 到 把炮打两个字 给我重新写上贴墙上 是 这是 这世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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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叔 你这么叫吗去 走走走 走 走 小小小小 我带钱都来 走 前面 知道我今儿叫你来干吗吗 大人知道 能为无产街 连续的造反世音 攻险点力量 我消意图 感到无上的光荣 大家都瞧瞧 乔司令 一发话 我绝不往后退 打倒一些你的卫生神 打倒一些卫生神 王主席晚孙 王主席 封建余孽 我老实点 我哪什么封建余孽 你瞧我这穷德行 我连老婆都娶不上 我比那无产街际 还无产街际 小大叔 什么是封建余孽 小爷爷 你哪儿熊了 成天吃芝麻烧饼 小黄八蛋的毁 行了 别废话了 跟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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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八号姓胡的 老弟主监大资本家 拒不交代 他们家家笔墙在哪儿 小义图 走 让我找甲壁墙 你可别说你不会找 这可是你戴罪立功的机会 红伟兵小将们 我解放 我解放 小将们 他们家的甲壁墙在哪儿 我们人情 跟我上 走 走 好 红心向导 永远革命 大妞 今天备老三骗了吗 你这当上大主任了 走路都带着疯 也不叫我大姐了 长行事了 长什么行事 大姐 不是我说您啊 您老躲在家里头 也不上外边参加运动 这早晚会躲出楼子来的 您看人老肖 多积极啊 现在都帮上红伟兵上 三十八号院拆甲壁墙去了 你们可真逞 尤其是你这刘大主任 你就忍心看着周大夫 灰头土脸的 在那儿扫胡同啊 他是大右派 是黑五类 没在单位挨批斗 留在街道 劳动改造 已经是托我的福了 那是他的造化 哼 还托你福了 你知道你姓什么吗 你吃几碗干饭呢 你就胡说吧你 也就看在 你是我大姐的份上 我不跟你斤斤计较 但是大姐 我可得劝你一句啊 这在旧社会 你们家也用了不少的工 那也算是剥削接机 也就看在我大哥 现在是劳模的份上 要不然 你早就跟着一块扫胡同去了 这在院子里说说 我就当是没听见 您到外头 还真别胡说八道啊 我 我剥削接机 我剥谁了我 不웅 爷爷 您下班了 嗯 又瞎跑去了吧 爷爷 我修爷爷 跟我祝宫 和胡卫兵们 一块去拆三十八号这甲鱼墙了 我什么也没找着 连变轻炸核心条都没有 去 带他回家 去 这儿 满堂啊 怀谁呢 你跟这儿骂我什么去 没忙到什么呀 我啊 今儿家里有点事 我就先回去了啊 不是 回哪儿去 我们家墩呢 你问墩呢 你们家墩现在可行 是乔爷子儿子乔司令的亲密战友 魏东造反司令部议员 俩人现在正在学校开皮头会呢 你跟我走 请我喝酒啊 对 我就让你小子喝个够 走着 不错了 老肖 没你这样的啊 三十八号院当初起房的时候 是你们家老爷子帮着看的风水 林家家有没有家笔强 就你们姓肖子才知道呢 你为了扒击红卫兵 你把人给揭发出去了 你说你缺德不缺德呀 他叫缺德带帽印 莫娜 嫂嫂 这事你说能怨我吗 那个乔爷的儿子啊 领着一帮红卫兵 生把我薅那儿的了 我还不从大宝带去 往身上招呼 但我愿意呢 我这迫不得已啊 你 你迫不得已个屁你 就你那样的 造反论就是你啊 你说 最近这段时间 你带着红卫兵拆的都是假比假 我不是说不能反对黑无类 就你干这事 都坏了咱们行里边的规矩了都 我还以为你今儿请我喝酒呢 行行行 怎么着 我说你不对啊 就你今儿干这事 你就不怕你们家祖坟那几个老祖宗 气得打了体啊 满达 你可是工人姐姐啊 说话忒没觉悟了 你知道那三十八号院那个 那是大地主大哥爸 没看那大字报写啊 说把他们家那个 固子长工都给薄活逼死了 等等等等 你别跟着瞎嘚嘚了啊 这事我知道 那些大字报那个 那是三十八号姓胡的弟弟干的 趁着晚上把大字报贴到户筒里边去了 就像街道杀人杀他哥哥 站那大宅子 甭管怎么说 反正那博学阶级不是好人 再说了啊 这风水行都成四舅了 老祖宗归就算个屁啊 我现在是封建残余 我再不积极点 那我还能活吗我 嘿 你说他怎么老有理啊你 我 德哥 您骂够了没有 啊 我以后少跟他们掺和 成了吧 嫂子我还是回去了我 不吃饭了 吃饭 咋让他给骂饱了 都得说些什么呢 喂 嫂子他们动手动脚的 让我摟摟 摟什么摟 不该摟别瞎摟 对了吗呢 咱家那影碧墙 那上当的图案可都是四舅的 我说担心 别到出什么事 得多留神啊 走了啊 老肖刚才说 咱们家那影碧保不住了 上次啊 刘大主任也这么说的 甭听他们下载我了你 咱们家这影碧啊 是那个明朝时候起的 不是这四舅是什么呀 万一红卫兵知道了 给你拆着可怎么办 谁敢动咱家影呗 我给你俩玩命 这下载我说是什么呀 我看不懂的 每个人都被迫 都被迫 那现在还没关系 我以为你担心 你弄了 也不想 你担心 即将 你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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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担心 你担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要让护卫病少了 对可惜呀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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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洋水精球 好东西啊 不剪白不剪 瘦 好东西啊 爸 妈 珠子 来了 爸 我孝敬您的 妈 包子呢 吃完饭一抹嘴就走了 不知道疯哪儿去了 哎 这年远 学校都停课了 孩子们全玩疯了 您个个 跟他放羊了 可不是嘛 现在的孩子没法管 妈 我跟慧芬商量了 您二老啊别累坏了 实在不成改天 我把包子接回去 甭想 包子这儿待得挺好的 哪儿也不去 这孩子呀 是你爸身上的心尖子 哎呦 那小嘴巴巴的 你爸爱听什么 他就爱说什么 你接走 那哪儿成啊 行 那直到我没说 找您二老不觉得累 我怎么着都好说 爸 您这 您怎么也不搭理我呀 还生过气呢 不就工地上那点事吗 至于吗 这么长时间了 您现在 都是郑队长了 我都归您管了 我那敢跟您生气 爸 您这不打我脸呢吗 来 妈 我来吧 甭管了 坐下吧 我实话跟您说 队长好长时间没活干 管理上也乱了套 您不满意 和我有什么招啊 您不看看这什么年月 运动时期 我也想赢到管理 可谁听我的呀 再说那标子 他们得帮造反派 成天那憋着抓我拐子 老跟我过不去 我估计 弄不好 我这队长也该让他们给我骂了 你啥给我提他啊 提他我给你脑袋子关死 什么玩意儿 我当时造反司令了还 把老师他们的给弄下去了 上哪儿说了也行 爸 爸 我求求您了行吗 这话您在家里说成啊 您可别饶事也让让去 彪子跟您一直不对了 这话要让他听见 就他那点尿 想办我 老喽 一字等着他 朱子朱子 行了 别给你爸提彪子 一提彪子 他就生气 这点你们家还有饭吃吗 我哪知道 应该还有饭 正好 让你们家蹭口饭吃 真不把自己当外人啊 那是 你爸是谁 那是我叔 妈 妈 我们回来了 用 大叔 今儿咱家吃什么好吃的 我 瞧她思量 其实我不知道您大驾光临 没给您预备 没事 大叔 那个今儿跟赵 逗了一天的黑五类 走到您这儿饿了 你随便给我弄点什么 让我店不口就成 行 我那儿有俩馒头 我给你拿来啊 我还就爱吃 那刚出锅的大馒头 大妈 您再给我弄点麻酱 再蘸点白糖 你看看她吃得还挺全物的 行 不是 这俩菜给你们热着去啊 不用了 爸 放这儿 我说 乔子司令 没想到 揪几个几十号子的人 扯上大齐成司令了 满世界炸着呼呼 你爸爸可是个老实人 没说点什么呀 没瞧您眼韵 王大叔您不知道 本来呢 我爸这园林骨剑队队长 都成保皇党了 都威了 可自从 我当了这司令 立马没人敢找我爸麻烦了 您说他还说过吗 他不偷着乐呀 感觉你成你们家门神了 不管你怎么折腾 以后少带着我们家闺女奉去啊 爸 我可不想参加他们的卫东战斗队 是他死气白烈飞拽着我 朱儿 咱说话得凭良心 还有大叔您 您就不好好琢磨琢磨 我死气白烈拽着她 不全是为了她好吗 我小贼 你跟我说说 怎么为我们家闺女好啊 大叔您想想 现在是什么时代 是祖国江山一片红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时代 就像你们家庄这样的 一天到晚啊 就知道读书 我再不把她拉进我组织 那到时候 她非让人当了那走白砖道路的典型 给批斗了 可现在呢 她是卫东司令部的一员 堂堂的红卫兵小将 有我在 你说谁还敢欺负她呀 哦 大妞儿 把酒拿来 咱们俩下酒菜 我跟乔子讨论喝两杯 大叔 还喝吗 喝 干嘛不喝呀 今儿喝多了 晚上睡到这儿 晚饭 先喝死 叫我 当前开展的 产纪纪级文化大革命 新厂出击人们流过道大革命 是我博社文化革命 发展的一个更深 更旺扩的新阶段 王队队长 这是够早的呀 满事也哼死了眼 这些东西都怎么回事 我哪知道 我说标子思量 你们干革命造反我不管 这些东西可是国家财产 用完了放哪儿 咱们队上都是有制度的 你把他扔到外面 让雨伦了着了秀 你们得赔 你少哥哥这套 我先问问你 你是不是又偷偷去看 那走资派石广生去了 你们又串联什么了 说 我看谁说什么你 他妈管得着吗你 那你怎么骂人呢你 我骂你怎么了 爸 爸 廖老司令 您这是干嘛呢 王伯仲 工具放什么地方你这都不知道 队长怎么办呢 王伯仲 你爸爸勾结走自派 还在大庭广众之下 公然辱骂造反派司令 这什么硬生的问题 你跟我说说 不要提醒 您瞧瞧起 我爸不是那意思 这么多年了您还不知道我爸什么提醒 他就是顺点 王伯仲 你别说这 谁是东西说啊 爸 我就是爸才能 不是 还反了你了是不是 来来来 给我把他抓进来 各位各位 还敢抓我 老司司 师爷您别指误我呀 你 王大爷 我要半斤抓了我爹非白我思路不可呀 我 毛都没长气的跟着起哄 干干嘛干嘛 司令 走吧 咱别跟他一般见识 司令 咱走吧 这老家伙 咱弄不了 你给我等着 走 小子 我等着你 各位师傅 各位师傅 饶了我爸了 谢谢您 忙您的 没事的 别别别 谢谢您 爸 您放下吧 您可真够横的 这也就是您哪 但凡换个人 对了吧 对上没活 您不在家带着跑这儿干嘛来吗 什么呀 我给你师傅 我给你师傅弄了点酱肘子 吃的是人烦呢 这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敢去啊 咱躲还躲不进 你还不跟走走牌 还能借些 谁是走走牌 你师傅那是我哥吗 一边点儿 一边点儿去 这不折砸吗 那是 满汤兄弟 哎呦 满汤兄弟 哎呦 我说老伙计啊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 不让你来 不让你来 不是你怎么还来啊 我怕什么呀 人正不怕鹰子鞋 哎 再说了他们说你是叛徒 走自拍 谁信哪 欲加之罪呀 我是甭着急 你 歪掉的人一回来 你的事 就算清楚了 过不了几天 就会出去的 老伙计啊 我让你注意学习 你就是不学习 我这问题啊 没那么简单 一时半会儿啊 我出不去呢 老师 想开一点儿 听我的啊 好好给我活着 你是谁啊 枪林弹雨闯过来的中啊 你为中国的解放事业 立下汗马功劳的功臣 那政府跟人民 是不会冤枉你的 我老伙计啊 这会儿 听你说这番话 我这心里啊 都老伙伙的 哎 放心吧 我啊 一定好好活着 哎 不过 有件事儿 我也得提醒你 你得出点意 下边儿 一直有些人说 你是我的黑干将 还说你的成分给划错了 他们必是要整你啊 整我 老师你把心放肚子里头 整我王满堂的人 还没出声呢 老伙计啊 老伙计啊 打我认你那天到现在 我就佩服你这个钢骨差的劲儿 活得硬气 痛快 这人活着就得活出点人眼了呀 嗯 那得对得起这一瓶 一纳 大妞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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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哎 我说大妹子 你要是再叫我大妞儿 我可不理你了啊 哎呦 我大哥呢 大哥 刘大主任 这些日子 你把这几单红桶弄得鸡肥狗俏的 咱们着今儿 折腾我来了 哎呦 把咱面给点了 说咱面那影呗是四舅 明儿一早红卫兵就要来砸影呗了 哪个司令部的 好像是风雷造反司令部的 反正不是朱尔参加的那个 大妞儿 爸 不是说了半天咱们听见没有啊 爸 这红卫兵现在破四舅都红了眼了 见什么砸什么 看谁不顺眼 抡起皮带就抽 爸 您千万别跟他们一般见谁啊 是啊 哎呦 爸真是这样 我们常闹得可邪乎了呢 哎呦 你说说啊 在这结构眼上 这皱和华子他们还串联去了 他们要是在 跟那帮红卫兵说说呀 满堂 孩子们说的话你听见没有啊 你说你磨刀干什么呀 磨什么刀 谁干谁手动我眼背我的剁谁手 怎么着 你还敢动真假 你把我拉回来 你好是死了我们一家的人可怎么办呢 什么死死的 放谁呢你是 动我眼背 那就是跑我们家祖坟 我看谁动 谁动我先让谁死 爸你个歉子 爸 别说了 该干吗干吗去 是 你看我们这怎么走啊 辉芬 你们什么都别说了 你爸他就这么叫 你们回去吧 去回去吧 妈 我爸他 行了 我说让你们回去你们丢回去 走啊 快走吧 你们俩站着干什么 回会儿去 他们怎么盯上咱俩的影呗的 真不是您揭发的 是我揭发的也没错 那就是四九 要真是您揭发的 你也太过分了 这叫六亲不认 有当儿子这么说妈的吗 什么叫六亲不认啊 早就有人盯上咱俩这影呗了 告诉剧委会都多少回了 要不是你妈我给扛着 早就叫洪卫兵给砸了 你也知道 这影呗是龙姬老总统留下来的 我老生大哥走的时候 什么都没留下 就留下他叼那小兔子 还在那影呗上 这影呗是我老王大叔的命根子 那你说我这仇人呢 我愁的不就是这个吗 washing手 家央体 zal 能否重复 把封锁都匙也进不通 你不使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